守木人是下赛期的大赢家呀 不仅有推理子 还有首个牌尾金挂 生气临粉呀 祝贺祝贺 先来看看推理子 壁画修复员 整体灰白色调 有点像工作服 在衣服下摆 领口 肩膀 还有袖口和手套上 都有着颜料的痕迹 可能工作的太认真 头发和眼镜上也沾了不少 腰间呢 还别着修复要用的涂料 铲子也变成了修补用具 里面穿的 应该是守木自己的衣服吧 这脖子上带着钥匙挂转 真的好帅好帅呀 不能想象到游戏内的光芒了 守个金挂 不灭之火 外面像是一个壁挂灯罩 里面燃烧着岩浆似的火焰 一起看都流到了底部 像是要随时迸发的模样 我猜特效是盾地后的痕迹 变成一条条火蛇在地面燃烧 同时呢 还伴随着地面军裂 能看到缝隙中的岩浆流动 金挂嘛 特效当然要左一点的啦 嗯 虽然金挂和紫皮一起出好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不太大的样子 排位紫瓜之一 是噩梦的毒液笔 一枝钢笔 红色的墨手是毒液 有点想把手指都摆下来做了挂家的样子 另一个紫瓜呢 是小说家的密码桶 我觉得这个特效真的太好猜了 相信大家脑海中都有画面了对不对 这一赛季金花子的俩人一起 下赛季排位珍宝俩人一起 会不会以后联动呀 输回呀 还是一起呢 你们觉得呢